高质量的性生活都离不开男女的互相的配合 男人在性生活进行的过程当中 亲吻抚摸女性也是一种对性生活的一个调剂 这种方法女人不但不会讨厌 而且会非常的享受呢 那么你知道性生活时 女性希望你如何满足她吗 与男性在性兴奋时直接不同 女性性兴奋较慢 女性需要充足的前夕来辅助性兴奋 只有在达到性兴奋状态以后才能感受到快感 据调查显示 85%的女性是没有性高潮的 有研究证实 通过测量女性阴地与尿道口的距离 就能比较准确的预测女性 获得性高潮的能力和概率 那胎儿孕育期间 如果因就是这个地发育 飘移尿道口太远 那么女性就难以甚至无法获得性高潮 这同时也能解释为什么大多数女性无法从阴道性交当中获得高潮 而更容易从非性交的阴地刺激中获得高潮 性与婚姻治疗杂志 针对一千名18至94岁的女性 进行了一项调查 结果发现 大多数人表示 如果没有阴地的刺激 她们将无法达到性高潮 这与性学家多年来的意见是一致的 女人如果在内心紧张的一个状态下进行性生活 这样身体是很难放松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就别说高潮了 甚至会因为太干而撕裂受伤 女性的兴奋点和敏感区域 需要用适当的技巧去探索和发现 如果一味的用力 就无法引发这个性兴奋 就达不到性高潮 男性喜欢更具侵略性的抚摸方式 而且认为女性也偏好于此 但美国著名性学家潘斯普尔指出 在大多数情况下 女性倾向于温柔的性生活 因为轻柔的爱抚 能刺激更多神经末梢 为了让彼此都满意 男性应该在性生活当中 放慢自己的动作 如果总是摩梭同一个位置 就是并不能让女性兴奋 斯普尔说 男人若被告知 某种性生活的技巧是奏效的 那他很自然的每次都会去这么去做 但时间长了呢 女性就会厌倾 性生活需要多样性 如果被同样的方式反复触摸 就会变得不敏感 更难达到高潮 每个女性的敏感位置都是不同的 耐受的刺激力度也是不同的 男性应该了解伴侣的基本的生理结构 记得动作要轻柔缓慢一些 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女性更容易获得高潮呢 在开始性生活前 不要性急 男性不要顾自己草草了事 要做足前戏抚摸她 女性的敏感部位啊 一般都不相同 如耳垂呀 乳头 阴道 当然呢 也有不同的 所以你在爱抚的时候 要观察她的表情 比如在哪里抚摸会让她更刺激的 这样就更容易获得性高潮了 此外呢 性生活双方可以多尝试一些新姿势 男方呢 最好采用酒浅一身的方法 这样让女性性高潮啊 更容易一些 和谐的性生活 性高潮不但可以满足双方的欲望 对男女啊 都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好处的 所以啊 夫妻双方可以多多交流 把自己的感受和需要啊 告诉对方 同时根据性高潮出现的早晚 就是来改变前夕或爱抚时间的长短 争取啊 彼此都能获得性高潮 希望男性朋友能够明白 爱抚也是应该掌握正确的方法和技巧 如果你在床上总是犯上面这几种错误的话 那就可能会让伴侣对你的性生活的请求 会越加的抗拒 所以啊 对两性生活自然呢 就会带来更多的影响了 性高潮是男性和女性在性刺激后的一种愉悦的一个状态 男性性高潮的表现呢 是射精 性高潮通常持续大概是三到十秒左右 那射精后生殖器会逐渐变弱 标志着男性高潮的结束 那男性高潮时会出现 像心跳加快啊 呼吸急促啊 血压升高 射精时会伴有全身抽搐的反应 女性性高潮通常有几种生理表现 像女性阴地肿胀突出 并随着性高潮跳动 女性阴道的窥急间歇性的收缩 阴道分泌物增多 女性的肌肉呢会暂时的僵硬 美国啊曾经进行过一项研究 只在了解女性身上什么部位最令男性着迷 结果40%的男性都回答乳房 乳房作为女性第二性性特征 从视觉上就对男人有很强的性吸引力 在性生活当中呢 对乳房的爱抚啊是必不可少的 美国多名医学专家 所著的一生的性计划 一书当中就写到 如果说你想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爱人 务必要记住 调情拥抱 爱抚 亲吻 抚摸乳房 生殖器 接触 最后性爱和高潮 这下都是让性爱持续的重点 其中呢乳房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陶琳说好 认为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首先男性对乳房的接触爱抚 对女性乳房这个乳头的刺激 会让女性有愉快的感觉 乳房独特的外形 柔软而富有弹性的手感呢 也会让男性产生愉悦的感受 随着女性性兴奋程度的一个加深 乳头会逐渐充血 肿胀 然后坚挺 日本名古屋市立大学的都众三教授 这个将这一过程形象的比喻为跳舞 兴奋时胸部会嗖的勒紧充盈 其次人们在性生活中经常会忽略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男性的乳头 男性的乳头呢也很敏感 如果在性生活当中 女性能用手、嘴、唇、舌、羽毛柔软的下等刺激她 也能增加男性的一个兴奋感 男性在性生活中要避免抓捏女性胸部 不然呢会让她感到不适 还会虚弱性兴奋的一个程度 注意啊 这七件小事会毁掉你的性生活 很多人都中招了 一、在性生活当中没有声音 虽然性生活呢不依靠声音去进行 但是性生活的和谐程度和声音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 有些人呢在进行性生活的时候呢 习惯了一声不吭 不管是难受还是舒服啊都不说话 这样呢就会给对方一种独角戏的感觉 在性生活当中啊 很多人都想确定对方也和他一样享受其中 这样呢就期盼对方啊 给自己做出一些回应 做出反应 这样的反应呢也会让他呀更加的兴奋 第二点啊 注意力在生殖器上 抚摸是最好的调动激情的方式 但是抚摸切记不要把注意力啊 全部放在生殖器上 总是只抚摸人的生殖器 会给人一种特别不被尊重的感觉 而且如果说力道大了 还会让人特别的不舒服 除了生殖器以外 像耳朵后面背部腰部啊等部位 有些人呢也是很敏感的 那在抚摸对方啊就是千万不要故此失彼啊 要弄懂对方的敏感地带啊到底在哪里 还有第三点啊 话太多 一声不吭会影响性生活的体验 其实话太多也非常的让人扫兴 尤其是特别多的一些评价的话语 在进行性生活的时候呢 不要去说太多的话 动情的身影比什么都好 如果说话也要说一些类似于自己感受的话 千万不要评价对方的行为 也不要指挥对方啊该怎么做 这样啊会让对方非常的扫兴 第四点啊 假装高潮 对于男人相对于男人来说 女人是比较容易啊比较难以达到性高潮的 主要呢有以下几个原因啊 包括很大的一个心理的负担 前戏不足 性技巧不行 或者说身体出现了疾病等等 很多女性啊在性生活当中呢 都会假装性高潮 认为啊这样能够照顾对方的面子 能够让这个性生活啊更加的和谐 其实啊这种想法是非常不正确的 如果说对方识破了 女性在假装性高潮 这个真相会比没有让对方 就是知道这个真相会更加的挫败 甚至会影响两个人的一个感情 没有性高潮就想办法努力去让女性 达到一个性高潮 但是啊千万不要假装 第五点不愿接吻 在性生活当中接不接吻是个人的选择 但是如果不愿意接吻 会让对方认为你对他没有爱 接吻呢是表达爱意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如果实在有克服不了的因素 应该如实的去告诉对方 不能啊瞒着对方 否则啊会让对方感受到 就是会感觉受到伤害一样 第六点啊不愿意换体位 有一些人在性生活当中呢 对于体位啊有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执着 就是喜欢一种体就喜欢一种体位 但是呢对方感受就不会特别好了 比如说啊有些男性执着于女上位 但是呢女上位啊是非常累的 如果一直强迫对方进行女上位 就会让对方产生一个抵触的心理 慢慢的就不想再进行性生活了 还有第七个啊总是打开色情片 有些人为了能够找到更好的感觉 在性生活当中呢总是强迫对方看色情片 如果对方确实这样的爱好 那么两个人呢就达到了一个切合 但是如果说对方他不喜欢这样 然后去强迫对方就会让对方感觉不被尊重 性生活也没有办法说是真正的去投入进去 性生活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参与 但是啊一定要给对方足够的尊重 不要强迫对方做他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只有两个人一同感受到性爱的美好 才是和谐的性生活 希望大家在性生活当中呢 不要做以上这些内容 以上这些事情扫兴的事情 都能拥有和谐的心爱